大半夜突然一声巨响 瞬间烟雾弥漫 知乎叫车警笛大响 半夜巨响不少居民惊醒 有知乎拍下一名男子 上半身都是血 一路晃到对面马路 爆炸案发生在24号 凌晨一点多 台北市南港市民大道七段上 警方怀疑男子当时 以嘴叼烟点火 引燃爆裂物 也导致他伤势非常严重 不但脸部遭炸伤 牙齿断掉 右手指恐怕面临截肢 爆了一声很大声 全部的人都起来 变炮叉声音不是变炮声音 它是一声而已 然后整个白烟整个冒起来 地上血迹斑斑 还留下卫生纸 另一头东西被丢到 一辆货车底下 仔细一看一头隐信 旁边有个铁盒子 下去警方货报 不敢大意立刻向上通报 还出动防暴小组 好在最后确定里面的爆裂物 其实是小龙炮 防暴跟监视小组都有过来 丢在这个货车下面 然后就监视小组过来 就先打灯 确定这是什么东西 男子点燃鞭炮的地点 其实就在工地前面 他受了伤之后 抱着伤口 到一旁民宅 找居民帮忙打 119 指着爆竹到底从哪来 男子自称路边捡的 不过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 却在附近周遭 都没有看到其他可疑人士 因此对他的说辞 保持怀疑 发现路旁有一盒鞭炮 因好奇心作祟 便拿嘴上香烟引燃 经远警检视 现场留有装个 数个鞭炮盒子 后续将持续调查 已厘清 案发经过 警方调查 这名36岁 陈姓男子 就住在附近 只是不管动机违和 半夜传出爆炸意外 以及让居民饱受惊吓 静心如教授 李渊成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好新闻